哈喽大家,我是美食阿姨 现在猪肉的价格可真是太便宜了 你们看到的这个大肘子 因为高压锅放不下,我还切掉了一部分 你们猜花了多少钱 这么便宜的大肘子如果我还不买的话 我就感觉我丢掉了一个亿呀 家里有的调料你就通通的往里加,肯定没问题 如果不好吃的话,你就送给我 我这次又突发奇想了 家里没人喝的绿茶,正好倒了一瓶 如果没有绿茶,那你就加水就行了 这是在刷手子吗? 哎呀,你心里知道就行了,干嘛要说出来呀 这个大肘子我是用高压锅压了两遍 我喜欢软烂脱骨的状态 这一个大肘子我肯定吃不了 你们吃饭了吗?过来吃呀 我切一点吧 我切一点吧 应该浇一点汤过来 我盛了一点汤 浇在这个肉上 尝一块 好香啊 好香 好久没做这种烧饼了 我今天还做了几个姜黄油酥烧饼 这个油酥烧饼是外酥内软的 里面的层次特别好 如果不用它来加肘子肉 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呀 这个就是标准的咸甜配了 饼是微甜的,肉是微咸的 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绝世美味吧 好了,如果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别忘了点赞评论 关注我呀 拜拜 拜拜 拜拜